Hello,大家好,我是B2Original专业头皮护理师,我是Bella 今天就是要和大家分享怎么解决有幸脱发 油头的困扰呢,有的是早上洗头,中午头皮就出油了 还有更严重的就是不到三个小时头皮已经出油了 在外的时候又不能直接去洗头,不仅是油的问题 头皮还会有油臭味,头发扁塌呢,是让人可尴尬了 头皮过量出油的话,除了会导致毛囊阻塞 接下来呢,我们更担心的问题就会出现了,那就是脱发 那么呢,我们要如何去解决呢? 油性脱发和我们热肠生活细细相关 首先第一点,就是洗头做对了吗? 洗头重点,第一,不要使用热水洗头 热水会使我们的头皮油脂分泌更旺盛 第二,洗发时洗发液不要停留 在头皮太久,只需要用指腹搓揉我们的头皮 冲洗干净就可以了 第三,保持每天洗头 要确保把这个头皮和头发冲洗干净 第四,选择适合自己的洗发液 如果只是使用控油的洗发液 这样呢,头皮水流就会不平衡 而导致这个头皮油脂分泌更旺盛 接下来第二,要注意饮食习惯以及生活作息 建议就是少吃油腻重口味的食物 还有就是做适量的运动以及少熬夜 再来最后就是头皮保养 我们呢,一定要定期的做这个头皮护理 这可以深层洁净头皮 使毛囊健康 也让头皮拥有健康的环境 那么呢,由性脱发呢 自然的离离而去 记得收藏起来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见